如果部落格上有 那你要找我的部落格 你可以从简报的地页 或者你直接在这边打 所有脑子都会找到 收件型都会找到 那么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 诶这个好像没有放电 有有有有有放电 对不对 免费版的云端内容感知 那这个是BotroShop的GS5.5 不是5的功能 最近不小心 它都比较只有5.5 好累哦 一个一年初一次 然后这样半年就又做一个允典卤 好 那你看到这个 这个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最主要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些东西是不要的 没有办法清扶的时候怎么办 不用任何软件 直接去这里就好了 那它的网址在这边 老师待会可以记一下 在这里 为了InPent 网易的 Pent是空门 英文老师 InPent是 没人 没人 没人想起来 你现在英文老师 哈哈哈哈 好开玩笑 来 为了InPent 点看就好了 好 那么您回去呢 你可以试试看看 第一次进来之后 它会有 有一个loading 那不管它 那么这里只要三个步骤就完成了 然后三个步骤 第一个 把照片掉进来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用笔刷 这里有个笔刷 把你不要地方把它涂掉 怎么样 把它涂起来 第三个 告诉他帮我做一下 就做完了 第四个 按下贴存档 干嘛回来 就这样回来 你看到它下面的demo应该可以很清楚了吧 那为了举证一下 哦 那个你看我有装那个 你看我还遮不到它哦 它叫我休息 哈哈哈哈 好了哦 来小明明 我把它关掉一下 先暂时把它关掉一下 好 OK 好我们前面找一张 哦 花博 哦 这个 这个不是我的哦 哎 这个是那个什么款 哎 生命款还是那个 生命款嘛哦 我觉得生命款真的比较漂亮 哈哈哈哈 哇 这个老师好厉害 都没有拍到人 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人 哈哈哈哈 所以 嘿 这里好像找不到 来 我先拿你面子好了 如果因为有时候你上拍那个 我就不小心拍到人 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掉 就请他 先暂时不要 到那个哦 对对对对 请他先暂时离开一下 哎 不好意思我再找一下 看看 我们之前面子的 那么 比如说这边好了啦 这个很明显的 好 那你 因为这个是原子的数位照片 所以比较大 你可以用这个放大镜 稍微缩小一下 好 所以 这个没有问题 你可以把它去掉 他背着离开 可以请他离开一下 啊 真的啦 真的真的 我照片既然 现在是换步骤二 把那个笔刷 有没有 我稍微调大一点点 哎 你要认真图哦 我很认真把他背 用一下 当然其实 如果说你的背景 是属于那个有文字的 那个效果 就比较差了 好 因为他要去计算嘛 因为你想看看 阿伯挡住了 他真的知道后面是什么吗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他一定要从旁边去怎么样 去 去计算 所以我现在图好了 第三个是不是按一下 请他帮我们算一下 那因为这一张是那个数位照片 所以 比较慢一点点 那么利用在等待的时间 老师可以一起到这个网址来看一下 好不好 我把后面先还点 捏 还记得网址在哪里呢 卫者 inpaint webintaint.com 现在说完阿伯已经离开了 这样有简单哦 没办法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你透过这个方式 还蛮简单的吧 嗯 啊 对 对 要储存啊 如果你要回来要储存啊 哈哈哈哈 蛤 你的原子档跟他没有关系 他解析度还是一模一样大 对对对对对 所以 他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就是 把你的照片都传到搜索上 他是在你电脑去处理的 好 所以 你可以存下来 但是你只要不要存江东档名 覆盖掉就好了 你原子档还是保留下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 这样有没有觉得吃饭的时候 性质比较好一点 哈哈 好啦 所以我们早上先看到这边 刚刚老师还有提到就是 关于怎么样插入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不管您是音乐还是影片 那个部分呢 我们下午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吧 好 那我把他们还给大家